10月15日中共中央氣象台發布 寒潮藍色預警由15日至18日 中國中東部地區將出現大風降溫天氣 最高降溫幅度達到攝氏16度 北京、山西中南部等地區的氣溫 將就降至最低攝氏0度 為此中國氣象局宣布啟動4級應急響應 16日中央氣象台繼續發布寒潮藍色預警 16日早上8點至18日早上8點 山東南部、河南東部、安徽北部、江蘇北部 以及浙江中西部等地區將有大範圍大風降溫天氣 震風可達7至9級 華北中南部、黃淮、江淮、江漢、江南大部及貴州、 黑龍江東部等地氣溫下降6至10度 局部地區降溫幅度可達14度以上 據今次預報 北方地區的最低氣溫出現在17日早晨 北京中部、河北中部、山東西北部、山西中南部、 陝西中部一帶最低氣溫達到0度 南方地區的最低氣溫就出現在18日早晨 江南北部及西部最低氣溫將降至10度左右 此外北京市、河北、河南、山東等地 也先後發佈了大風藍色預警和漢潮藍色預警 東北三省多個城市就發佈了寒潮、大風和霜凍預警 陝西就發佈了霜凍和地質災害氣候預報預警 9月3日… 東北 MALE